今天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華為P50方面的最新消息 現階段由於華為麒麟芯片的擴充不足 P50系列發布後,未來可能會遇到供應不足 而現在好的消息來了 華為新的5nm芯片正在路上 根據最近來自殘案鏈的消息稱 華為即將公開麒麟9000陣容裡的 又一款新的麒麟芯片被認為是麒麟9000L 這是麒麟9000系列的新芯片 它是一款同樣基於5nm工藝製成的芯片 並且由三星代工完成 華為P50被確定會適用給芯片 但芯片發布時間就可能延期到5月份 現在華為新的麒麟9000L芯片曝光後遭到了外界討論 據報導華為P50標準版將首先使用麒麟9000L芯片 它採用三星的5nmEUV工藝 總體設計與麒麟9000和麒麟9000EU芯片相似 但是性能相對來說會有一定的縮水 麒麟9000L芯片的出現 據說是三星公司與日本和歐洲的製造商合作 使用非美國的設備建造了一條小型生產線 麒麟9000L正式採用了這種方案 依靠三星的5nm工藝生產的芯片 雖然這是傳聞 但這一切官方並無消息公開 一旦麒麟9000L芯片出現 那麼意味著P50系列三款型號 將由三顆不同的芯片分配使用 以保證產品供貨足夠 可以推測的到華為P50系列這次的三種芯片分配 分別是華為P50使用麒麟9000L P50 Pro使用麒麟9000E 而P50 Pro Plus則使用麒麟9000芯片 關於麒麟9000L芯片的性能 業內人士爆料稱 這款芯片工藝製造與 驍龍888和三星的Exynos 2.000使用的同樣工藝 5nm工藝能帶來更好的功耗表現 和更大的性能提升 但麒麟9000L在性能方面 和之前麒麟9000芯片有所不同 麒麟9000L同樣採用8核心設計 但它的超大和主頻最大僅為2.86GHz 要知道麒麟9000芯片擁有的超大和主頻時鐘頻率 最大為3.13GHz 相比之下是有一定的縮水 除了在CPU方面的縮水 麒麟9000L的GPU性能也降低了不少 它僅配備了18個核心的G7-8 相比之下麒麟9000芯片具有24個核心 而9000E具有22個核心 在NPU中麒麟9000L僅保留一個大核 麒麟9000L具有兩個大核和一個V核 而9000E具有一大核和一小核 最終分析麒麟9000L芯片與麒麟9000和9000E的區別 它們似乎有相似的構架 是小幅度縮減了CPU的性能 而GPU和NPU的下降幅度相對較大 因此該芯片的表現和圖像性能也隨之落後 具體的說麒麟9000L的實際表現 猜測應該在高通驍龍865和870的性能之間 應該趕不上驍龍870的性能 所以說這是麒麟9000陣容中性能最差勁的芯片 但這並非全是會事 這也可使華為P50的價格可能降低 以上就是本期的說的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